這位就是渠王 很多橫街紮行都會見到他的墨寶 我就覺得他這份通渠的工作很偉大 比美超級英雄 所以我就把奇異博士和渠王結合了 就變成了渠義博士 大家好,我是恆仔 我在五年前創立了無子用工作室 就是畫懷舊電影海報為主 首先我會找一大堆劇照 找完之後我就會因應電影去想 有沒有有趣少少大家都會覺得好笑的名字 想了之後就會畫了這個初稿 然後就可以進入這個上色的階段 通常上色就淺至深 然後上到最深色的時候就會加一些高光位 我覺得畫人像或者畫畫也好 有點像化妝 加陰影打一些高光位 面部的輪廓突出少少 先畫好一些重要角色 然後就會有背景 加一點點綴 最後就處理標題 標題通常我就會參考某一種字款 再把它改良 跟相關電影有差不多的元素 從小到大畫畫的偶像就是阿遠大勇老師 因為我很喜歡它那種手繪的電影海報 但是現今社會已經沒有這種海報出現 我就想將這種風格延續下去 取材和靈感是 我比較喜歡看動作片 英雄片和周星馳的電影都比較喜歡 這幅都算是我的成名作 就是將西方的電影角色 變成懷舊海報風格 人們會覺得 為何好像中西合璧 即是有一點視覺的衝擊 這個其實是我的女兒 她就拿著我的玩具 變成一個巨型的歌詩 雷射眼射爆了電影名 人像 人像 表情有時要生動一點 不要整塊木 這個會吸引到別人 還有 有時構圖 人的畫面比例 千萬不能太小 如果太小就不像舊的風格 但太大又沒有位置放電影名 所以這個要想多久 構圖方面 還有一些目標 希望每年可以放一至兩個展覽 還有幫助多些電影去做電影海報 這是我永遠的目標